首先来关心今天的头条消息 中国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每周例行记者会 综合媒体报导发言人高峰在会上表示 中美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在履行法律审核 翻译校对等必要程序 并就协议签署等后续工作密切沟通 如有进一步的消息将会及时公告 与国防部记者会相同的是 高峰也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提出批评 他表示中方认为法案有关限制采购中国商品 加盐对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制裁等规定 是以国家的行为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恶劣例证 与美方宣扬的公平平等自由贸易南援北撤 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危害全球产业链安全 他还进一步指出美方应当尊重市场化的原则 摒弃政治偏见和零和博弈的成就观念 栽调有色的眼镜停止错误做法 为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而中方也会密切关注该法案对中国企业产生的影响 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来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再来就只有是跟中国山东舰有关的消息 台湾大选下个月登场的前夕 中国大陆第一艘国产的航空母舰 7日在海南三亚军港正式服役 并且命名为山东舰 综合媒体报导台湾军方表示 山东舰今天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 台军利用联合情监针系统全程掌握和应对 台湾军方强调台湾军方已经运用联合情监针系统 全程掌握监控与应对 确保台湾安全与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港媒报导指出悬号17的山东舰 本月17日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中国海军的时候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交接路列仪式 距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改良至乌克兰制造 瓦良格号的辽宁舰服役已经7年 山东舰正式服役之后 中国也将迎向双航母的时代 而报导指出这不仅大幅度增强中国的海上实力 还能帮助其维护在海外持续扩张的利益 对于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更显意义重大 中央社报导指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12月公布的最新报告 2019年中共政军发展评估报告也提出警告 指出共军计划在2030年拥有四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而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并进行军事化 目的就是在起要攻打台湾的时候 可以从南面进攻 而无需担心美军从背后实施反击 再来接着消息跟李嘉诚有关 一度撤出中国市场的李嘉诚 似乎开始重新布局中国国内的商业地产 根据联合早报日前幸成不动产 与新加坡ARA亚腾资产 就上海山林专案商场的部分 正式达成收购协议 亚腾资产管理公司 与Stress Real Estate 以及公营国际组合合资联合体 共同收购山林印象城 后者是一家位于上海浦东的商场 由信成不动产于2017年接管并进行改造 中国财经媒体报导 本次交易价格大约为24.2亿人民币 而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ARA成立于2002年 由香港长江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是一家房地产基金管理公司 2017年完成私有化 而据了解ARA由长时石油约8%的股权 赵国雄担任主席 而赵国雄是李嘉诚旗下房地产业务的重臣 加入长时已经20多年 目前也担任长江实业集团执行董事 接下来是中国人权研究会 今天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为金钱政治暴露 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 批评金钱政治是美国政治对立尖锐 社会失劣严重的重要原因 港媒报导指出文章里面表示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 这句话精准而犀利的揭示 当代美国政治本质 金钱充斥美国政治全部的过程 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顽疾 而说到选举 文章里面称美国的金钱政治 把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角戏 光是2016年以内 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 就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 而且还有大量秘密资金 与案前流入美国选举活动 文章表示金钱政治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而美国民主的制度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 因此必然会体现资本家的意志 在这个制度的设计之下 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域的链结是天作之合 金钱极为容易成为政党政治的链条中的起点跟终点 而美国两大政党的候选人 也不过是资产阶级内不同派别的代表 而金钱政治也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本质 尽管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和人权的楷模 但是却完全被金钱政治戳破了谎言 没有金钱在美国一切政治的参与都是空话 金钱和政治无情的压连了美式人权 而昨天才过完圣诞节的大家相信还是记忆犹新 圣诞节的到来 街道商店跟每个家庭里面都少不了灯饰的布置 不过今年在美国的圣诞节灯饰 却有一段美国、越南跟中国之间发生的故事 综合联合早报跟自由时报的报导 多年以来全世界的圣诞节灯饰 几乎都是在中国生产制造 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开打之后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 促使许多美国企业开始转向其他地方采购 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目标就是越南 横博社引述美国海关的资料指出 今年前十个月里面 美国从越南进口圣诞节灯饰的海运量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 同时从中国进口的灯饰量却减少了49% 从表面上看起来 越南似乎成为贸易战的一大赢家 不过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报导指出今年5月的时候 美国将圣诞节灯饰的关税 从10%上调到25% 这让美国企业开始找寻中国以外的进口来源 而中国供应商试图摆脱中国制造 并且避开关税 第三国如越南则设法吸引外资 和抢下美国订单 因此中国供应商想到的方法就是 越南等国跨境运输货物 重新贴上标签并且发往美国 但是这也增加了非把商品运输的风险 令越南成为关注焦点 亚洲贸易中心执行长艾姆斯指出 中国供应商非常上常制造低价高量的产品 却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而且不容易被取代的商品 因此中国企业有巨大的动力用其他的方式运送物品 以绕开会侵蚀利润的高额关税 不过这个做法却让越南方面非常头痛 越南海关总署海关管制和总监督负责人表示 截至今年10月 官员们已经发现大约有14个假标签出口的重大案件 此外越南因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在今年前10个月里面增加了39%到463亿美元 这也让他们成为川普的目标 川普就曾经批评越南占美国的便宜 称他们并不比中国好 接下来这些消息跟日本有关 日本法务省今天上午宣布执行死刑 对象则是在2003年的时候 犯下了福岗灭门案 轰动整个日本的中国籍留学生魏维 这是日本至今年8月2号之后再次行刑 也是法务大臣森牙子在今年10月31日就任后 首次下令执行死刑 综合日本共同社跟中阳社的报导 现年已经40岁的魏维 于2003年6月到日本一所专门学校留学期间 跟其他两名中国籍男子闯入福岗市 从事服装销售的松本真二郎家中 先杀害了松本熟税中的11岁儿子和8岁女儿 随后又杀死了正在洗澡的松本妻子 最后再将刚回到家的松本杀死 接受了3.7万日元之后 再将四个人绑上重物抛入了博多港 这个案件在当时轰动整个日本社会 而之后在福岗警察的追查之下 魏维遭到警方逮捕 但是另外两名共犯杨宁跟王亮 虽然在犯案之中立即逃回中国 不过在中日联合追查之下 他们也被中国当局逮捕 日本法庭在审判魏维的时候 首度使用了与日本未签订犯人引渡条款的中国当局 所制作的笔入进行审理 而在审判的过程中 虽然辩护方曾经主张魏维是从犯要求免于死刑 但是福岗地方法院依旧在2005年5月 按照检方的酬刑判处他死刑 而福岗高等法院也支持一审 最高法院在2011年10月驳回上述 死刑判决生效 经过8年的等待之后终于在惊天行刑 而至于另外两名共犯则是在中国受审 其中杨宁已经被判死刑 并在2005年执行 王亮则因为主动自首 配合警方办案厘清案件 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对于这个案件 申牙子表示犯人为了置身的利益 而杀害了幸福生活的一家人 对遇害者和其遗述来说 都是个遗憾至己的案件 他透露23日当天 他就已经签署执行命令书 接下来将消息转回中国国内 有已故的公夫智新李小荣女儿 担任法人代表的李小荣有限责任公司 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侵权诉讼 要求使用酷式李小荣形象图示 长达15年的真功夫餐饮 立即停止使用李小荣的形象 并且索赔经济损失2.1亿元 根据中时电子报 该公司要求真功夫停止目前使用的 酷式李小荣的形象图标 并且在媒体版面上连续90天 公开澄清该公司 其实跟李小荣并无关系 而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广州真功夫快川连锁管理 有限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真功夫系列的商标是由公司申请 国家商报局严格审查之后授权 目前已经使用了15年 尽管商标之前有出现过争议 但一直没有被判定侵权 或是需要撤销的行政或司法结论 而声明里面也指出 本案件刚刚才有法院立案 尚未开庭审理 占不便发表意见 一切留待司法裁决 而最后一则消息 则是跟老赖有关 新当王报导 中国近期有一位贵州的高颜值美女石家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因为石家的掌上亮丽 执行标的金额高达41万元 引发网友的热议 而此外名单里面 还有一个名叫杜宾的男子 两个人的住所地址完全相同 且目前都处于全部未履行的状态 记者与顺畅县人民法院负责执行两人所设案件的承办官 叶雄卿法官取得联系 他表示石家以及杜宾之所以会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涉及一起民间借贷案 在这个案子里面另一方的当事人胡某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不过法院判决之后 杜宾和石家具有履行的能力 却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 而据了解法院查封两个人财产的时候 他们只剩下一辆小汽车 但是是否有其他具体的财产 目前判决书中并未载明 而中国网友最关心的话题除了石家的身份之外 就是他和杜宾的关系 因为两个人地址相同也引起网友推测 他们是否为夫妻的关系 不过这部分法官者表示他并不知情 另外自从两个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之后 目前法院还没有收到相关的资讯 包括来自群众的高消费举报等等 而记者也注意到 目前顺畅县人民法院已经发出限销令 将石家杜宾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